西瓜视频的粉丝 Kovin问我 五月大王你好 我非常喜欢你的节目 哦 不好意思 这句话是我自己加的啊 他现在想买一辆性能车 预算是30万 在S3高2和Mini Gorsi W之间来回纠结 他想知道选哪台车好 我给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 还整啥这些车呀 直接上AMG 现在就该引入今天视频的主角啊 我们的诺诺自营车 这辆2015款的奔驰AMG GLA45 这台车呢是2015款的车型 但是呢是16年1月上牌 现在的里程数不到4万公里 是3.95万公里 车子是国补的牌放 上海的车牌 他目前在我们自营车小程序上的价格呢 是27.8万元 说实话 这样的一个价格 在所有同年份的 就是15款的这个GLA45当中呢 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价格 甚至可能有那么一点点 中等偏下的这种感觉啊 但是他最大的优势就是 将近5年的车龄 只跑了不到4万公里的里程 所以说他的内外品项这一块 是相当过硬的 而且我觉得特别给力的一点 就是这台车 它的耗材的状况特别的棒 像这个轮胎19年刚换过 胎纹都还是7毫米左右 而像刹车片 刹车盘 冷缺液 刹车油 蓄电池 通透非常的好看 我们在8月份在深圳给大家拍A200的时候 那台车就是那个非常漂亮的动感率 但是这个油漆呢 原厂油漆非常的少见 一般都是没有现车的 我们那台A200啊 前车主为了等这个颜色 足足等了三个月的时间 而之所以这台车要贴膜呢 就是你把车门拉开 你就能看出来了 它原车是一个马鞍松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说实话 在AMG车型上是比较少见的 个人觉得也不是那么的好看 不是特别的讨巧 关于这个颜色贴膜的这个合法性的问题 大家不用太担心了啊 前车主已经都帮您做过手续上的变刚了 现在行驶正上就是绿的 大家再来看这里啊 它的这个轮毂啊 四个轮毂的橙色都非常的漂亮 而且都是20寸的大轮毂 但是结合它2019年刚换胎这个事实呢 我觉得可能不是前车主保护的好 有可能它真的是去年刚换的轮毂轮胎啊 一口气当时全换掉了 但是无论如何 20寸的轮毂加上四条准新的轮胎 这个算算估计将近三万块钱了 然后大家看这个尾翼啊 这个地方已经有一些翘起来了 估计整个尾翼这边要重新处理一下 然后上面呢 有四个窗口贴啊 这四个电弓胶部做的窗口贴呢 其实是盖底下螺丝眼的 之所以尾翼要做个螺丝眼出来 是因为它这个底下原先装了一个大尾翼 这个尾翼显而易见是提供下压力的 但说实话 我觉得它这个下压力应该不是来自于空气 极有可能来自于它本身的重量 这台车内饰的这个状态 我也是非常满意的 我觉得只要一块湿抹布 就可以把这台车恢复到一个接近新车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瑕疵或者是其他一些个引人的地方 我们知道普通的GLA呢 它也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像跑车一样的一个座椅 而到了GLA45车上啊 这个座椅是全面的进化 它的造型更加的赛道化 而且不仅有常见的这些电动调节的功能 它的这个侧翼啊 两侧的这种支撑啊 都是可以电动调节夹紧的 我现在把它调到最紧的状态 然后人坐里面是卡的非常的牢固 不要说什么侧向支撑足不足了 我觉得坐在这个椅子里面稍微挪一挪 都是比较费劲的 内饰状况那么好 但是呢也并不代表这台车什么毛病都没有 这车刚到店的时候 它的雨刮是不能用的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待会再聊 聊AMG的车型啊 就必须得聊聊它的性能 虽然我知道啊 肯定是一堆废话 因为它的性能都是非常强悍的 像这台2.0T M133的这台发动机 有265千瓦的峰值功率 有450牛米的峰值扭矩 而如果你还嫌不够的话 你可以追加一下自己的预算 去买它中期大改款之后的车型 那个2.0T的发动机啊 调教更加的疯狂 有280千瓦的峰值功率 有465牛米的峰值扭矩 如果你觉得还是不够带劲的话 你可以看看最新的A45S 它的那个调教更疯狂 是不是大家对这些数据都没有什么概念啊 我们拿其他车来比比就知道了 就是刚才Cofin它说的那个S3或者高啊 它们有213千瓦的峰值功率 已经很不错了啊 但是扭矩呢 只有380牛米 而它提到的mini Gold CW呢 它的峰值扭矩只有320牛米 而峰值功率只有区区170千瓦 即便是最新出的Countryman的Gold CW 它的动力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提升 也只不过是把峰值扭矩打到了450牛米 而峰值功率呢 也就是200千瓦左右 但是那个Countryman Gold CW 它是非常新的 它离你30万的这个预算 至少还有三年的时间差 而你去看同价位的车型 很多人会去喜欢二手的C300或者是330 它们也就是180千瓦 190千瓦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它和我们这台GLA45的动力 中间还差着一辆Polo 为了实现这么强的一个动力输出啊 AMG真的是下了一番苦功 首先在发动机的选择上 它选择了一款长冲程的发动机 这样有助于车子在低速的时候 获得一个良好的这样的扭矩表现 低速的扭矩有了 那么疯狂的这种性能 疯狂的这种输出功率呢 那就得交给这个大涡轮了 这个涡轮有多大呢 我给大家说几个小小的细节啊 首先就是我们进气的时候 涡轮会抽吸很多新鲜空气 对吧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进气管非常粗 算上携震枪大概能有将近20厘米的这个直径 是我在各种各样的车子当中 见过算是最粗的车子之一了 第二个细节呢 就是因为涡轮非常大 增压压力非常的给力 所以它这个废气端的涡轮上 还有两个小弹簧 这两个小弹簧 其实就是一个缓冲 一个减震的这样一个作用 因为当增压压力起来的时候 气流量非常的大 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减震的话 整个壳体其实是承受不住的 而又因为涡轮尺寸比较大 所以你可能会觉得 这台车会有比较明显的涡轮尺质 对不对 你没有猜错 这车的涡轮尺质非常明显 在发动机转速在2000转以下的时候和2000转以上的时候 你能感觉这台车的这个尿性非常的不一样 这种迟滞的感觉 其实在起步的时候是特别明显的 所以很多人他会觉得 这个车是不是变速箱反应有点迟钝 但是变速箱绝对不能背这个锅 其实如果说你小一点带油门 然后集中注意力去感知车辆速度的变化 你会发现在2000转以内的时候 车子其实是有一个加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其实就说明了 它的变速箱已经是在结合了 完全结合 是在正常工作的 只是因为当我们负载上去了 转速超过2000转的时候 涡轮全力去加压 这个时候推肥感瞬间就降临 它的这个感觉是非常明显 非常刺激的 也正是因为这种刺激的感觉 所以让你主动的去忽略了前面的那种 相对来说比较轻微的2.0自然吸气 这种级别的这种加速度 而且你用常识也可以理解 就是像AMG这种级别的厂商 它是不可能允许自己装一个 很慢的变速箱上去的 对不对 涡轮如果说特别生猛的话 必然要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它的进气温度过高 这个会导致我们车子出现一个低速早燃 或者是暴震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为了减小这个暴震的这种伤害 降低我们的进气的温度 所以这个车必须要装一个尺寸巨大的水冷中冷器 也正是因为水冷中冷器比较大 水箱比较大 所以整个车子这个前侧其实比较拥挤的 如果说你想对这台车做一个散热上的提升 其实你可施展的空间并不是特别的大 当然了你买一台GLA45回去 我也不建议你去做什么改装 因为你去做任何的改装 我觉得都是一种狗尾虚雕的行为 因为AMG已经把这台车真的是完全改好了 再交到你的手里 这其实是比S3高啊 一个非常有优势的地方 就是你的改装厂 你的改装店是AMG 自己不需要去做任何的事情 这个也挺好的对不对 省下那么多的钱 我们去赛道买个包月会员 多跑那么几场 何乐而不为 说到赛道啊 我就想起了我的同事徐曼宇啊 人家是个姑娘 但是呢也是GLA45的车主 他就给我讲了一个去玩赛车GLA45的一个隐形的优势 就是我们绝大多数的比赛 它是按照排量来进行划分的 像这台车2.0T 所以他就是跟S3去跟高R这种车 放到一个组别里面 但实际上跟他性能水平相近的车子是什么呢 是M2是福克斯RS是奥迪RS3 但是因为排量啊 大家不用担心 我们分不到一个组里去 一言以闭直 AMG不讲我的 而在AMG的45车型上 还有一个隐形的优势 就是他不挑食啊 像这台车我加了200块钱92 也是欢乐的不得了啊 跑了100多公里啥毛病没有 说到加油啊 就多聊一下他的这个油耗表现 这台车呢 我试了大概将近200公里的这个里程 现在的这个油耗水平呢 我开的比较温柔的情况下 能够控制在11.2左右 偶尔能到11以内 这个其实我已经是非常满意了 而我的同事徐曼宇 他的油耗呢 正常是在15升每百公里左右 但是他老公开这个车 基本上就能控制在10升 甚至9点几 其实你从这个油耗数据啊 也能从侧面感觉出来 徐曼宇他们家啊 到底谁说话更算数一些 前面说了 这台车刚到店的时候 它的雨刮是不能工作的 我们查下来呢 就是它的雨刮电机坏掉了 然后我们就把新的雨刮电机 给装上去之后 发现还是不能工作 再往下查 就发现 其实是它的车身控制模块 也坏掉了 按照常规的一个思路呢 这个东西 只要换一个车身控制模块 在编个城也就好了 但是奔驰的车身控制模块 那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吗 我估计啊 这个修一修 可能要两三万三四万的这个预算 可能前车主就是因为这个故障 把这台车给卖掉的 当然这是我的推测啊 我们收了这台车 面对这样的故障 我们必须要修好它 而修好它呢 又不能去换车身控制模块 不然不得铁亏了吗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模块拆解开来 我们去查一查 到底是哪个元件坏掉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们很快的就找出来 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驱动芯片 坏掉了 驱动芯片呢 不是什么高级的东西 里面也没有什么数据 我们也就按照芯片上面的这个型号啊 去淘宝上搜了搜 找到它买下来 然后把它焊到我们的电路板上 就OK了 整个维修的物料成本呢 是9块钱 其中芯片3块钱 邮费6块 当然师傅们付出的这个工时费啊 还是比较贵的啊 比9块钱多多了 因为里程比较短 耗材状况又比较好 所以这台车其他的整备项目呢 就不值一提 我们就不说了 该聊聊车主观点啊 GLA45它的第一个优点啊 就是不讲武德 这台车它的性能过于强悍 能够跨阻别的去打击对手 第二个优点呢 就是勉强算是优点吧 就是它的这个操控非常好 因为以SUV的眼光来看 这台车的操控是很无敌的 比之前我们做过的那个GIP SRT啊 还要更厉害一些 因为它尺寸很小嘛 但是呢 如果你去以AMG的眼光来看的话 这台车的这个表现呢 达到了AMG的一个平均水准而已 并不算特别的出挑 而且你看它这个造型 看上去也不太像SUV 对不对 第三个优势呢 就是它的这个后排和后备箱的空间 这个是相对于A45和CLA45而言的 它的这个后备箱空间就非常的实用 我那个身怀六甲 还要血战天马的同事徐曼宇告诉我啊 他平时什么头盔赛车服赛车鞋 还有婴儿车奶粉尿布这些东西 都放在后备箱里 下赛道的时候都不拿出来 反正也不耽误事 而且它这个电动尾门啊 所以说整个车子的实用性很强 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买菜车 第四个优点呢 就是说它的这个油耗啊 可高可低 尤其是可低这件事情 我觉得非常的给力啊 它最低可以跑到10升左右每百公里 这个油耗水平 其实呃 现在的2.0T可能会比它更省一些 但是放五年前十年前的车型 它的这个油耗已经跟普通的民用车 没有什么区别了 当然啊我建议你还是把 GLA45开到15升每百公里的这个油耗水平 毕竟都是AMG车主了嘛 大家没必要太委屈自己 最后一个优点呢 就是这台车它自己的一个优势 就是说它的这个车铃 相对来说不算短 五年将近五年的这样的一个车铃 呃所以说它的价格会因此降低很多 降到30万以内这样的区间 但是呢 它的这个里程数4万公里都不到 现在是3.9万公里 所以说内外品项这一块 我觉得是没得挑的 这个有一点简陋的感觉在里面啊 再来聊一聊它的这个缺点啊 其实AMG这种车怎么可能有缺点呢 但为了凑篇幅 我也必须整两个出来 第一个呢 就是说它的这个外观啊 这个贴膜的这个事情 让我比较纠结 因为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车子去贴膜的 但是呢 这个车子它的这个绿色 我还是蛮喜欢的 第二个呢 就是说它里面 呃马鞍松的这个颜色 说实话在AMG车型当中比较的少见 第三个呢 就是说它的车主啊 前车主已经把这个车的手续做过变更 你要是把膜撕掉 你还再变更回来 比较麻烦 所以我说实话 到现在我已经纠结了好几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 第二个缺点呢 就是也不是说这台车的这个缺点啊 是整个奔驰家族的一个缺点 就是它仪表上面能显示出来 驾驶相关性能相关的这种参数啊 其实比较少的 像我比较感兴趣的那个涡轮增压的压力 还有像机油的压力这些数据 它都是不显示的 所以说虽然这台车有非常不错的辅助驾驶的功能 然后运动馆做的也不错 但是总觉得在科技感上面 在这些硬核的数据方面 它有所欠缺 总的来说啊 包括这台GLA45在内 整个AMG的45的车型 它们的这个表现呢 我觉得一点都不辱墨 AMG家族的这个名望啊 性能是一点都不拉垮 另外呢 就是说它相对于同级别 同性能的这些车而言 它的价格有优势 甚至说低级别的这种车子 现在的二手车的行情 都要比它还略高一点点 所以这台GLA45身上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是便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